为了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 华联监理站和华联县警察局 特别针对白牌自用货车有载货收费情形主动出击 不定期安排警察作业 如果发现违规会依据公路法第77条第二项规定 储驾驶人新台币10万元以上 2500万以下罚还 华联县警局配合监理站人员随机拦查白牌轿车大货车 花联泰鲁阁国家公园附近违法载客载货的白牌车越来越多 有些私家车还会纠缠观光客严重伤害观光形象 至于违法载货的白牌货车经常出现超载造势 压缩合法货运业者的生存空间 乡村也是有这样做吧 卖菜卖鱼也是有的 所以要宣导一下 我们会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在路边做拦检 如果有查到这个违规营业的车辆 那我们就会开罚 多元进程车早就合法上路 但在偏乡违规载客的白牌车 依然还是很常见 违法载货的白牌货车更加难以取缔 不过检里站严重警告 白牌车客货营业已经加重罚则 自用的车辆是不可以有收费的情形 依公路法来讲77条第二项 这个违规营业 这个处罚现在很加重 在10万以上 2400万以下 车子驾驶人还要扣照 车辆还要扣牌四个月 白牌车违规营业 驾驶人吊销驾照两年之内不得再考 铁里站同时提醒绿色车牌才是合法的营业用货车 为了保障权益民众托运之前 一定要特别注意 避免货物运送途中发生事故 求偿无门 记者综合报道